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风鸣器的部分 这里的风鸣器呢 指的就是开发板上面的风鸣器 开发板上 我们板子上面啊 其实是有那个风鸣器的 你如果回去前面看的话 我看一下我这边 那现在新的做的好小一个 你看 有我看到了 来给各位看一下 新的在这里 好 他的新的 那个风鸣器是在后面这里 后面这里一个 其实也不大啦 就蛮小的 那加上他音量其实是 没办法就是去控制的 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 不过呢因为我们玩假的 所以没有这种问题 一样可以很大声 这个是我们在用这个的好处 那我们来看一下啰 看看这一个 应该切另外一台 好因为我们的摄影机很多台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 我们刚刚既然用了这个回圈嘛 所以呢你就可以用这个倒数计数 倒数计数 不过其实因为比较可惜就是他的灯号的这个数量真的比较少 所以其实25颗老实说只能零到多少到9 也就是各位数的 好所以如果你的倒数要超过这个两位数的就比较麻烦一点 我们后面会有另外一个版本 透过我们YouTube影片的方式 我们可以来就是突破这样的一个限制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你要怎么做 一样的好我把这个做起来 那我来把我们的bit打开一下 其实各位也可以直接看我们简报的这个55页这边 好55页这里这样也可以因为里面就有这个版本 在这边 这里有三个版本 好包括我们刚刚有用过有没有 声音的跟音乐的 然后呢语音跟音效的 这个声音跟音乐这个 他就是用板子上的 那我们刚刚的语音辨识啦 或者一些特殊的音效 那个就是用电脑喇叭的 然后语音朗读的 当然也是属于就是我们刚刚语音跟音效的部分 好所以呢这个 我就直接从这边来做给各位看 应该说我就直接打开就好了 这样比较快 好 OK 把它放大一点 来一样你可以看到因为我要用到上面的灯 所以我还是需要这个开发版的积木 那你看我这边有一个要播放的影片 可是呢我们刚之前那个有没有升卡的部分 我们有讲过你如果用这个播放YouTube影片的积木 他其实呢一进来之后就会自动播放这段影片 但是我希望怎么样 他先不要马上播 等我倒数计时完了才在这边把影片播出啊 好 所以我们常常都会有些场合啊 包括生日啊 跨年啊 我们不是要做倒数吗 好 所以呢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好 那你可以看到其实 这里有我写的那个文章啊 因为我们要上这个课嘛 所以我大概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就先把一些 Bit上的印象我就先写一写了 好就先把它写一写 那因为我们以前 如果你有上过我的课 好可能你会记得我们之前 有用过SMART的方式来做 用它的模拟器也可以做 用它的那个实体的也可以做 但是呢 这一次我就是用Bit的方式 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啊其实都一样啦 都一样的方式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刚刚这里 影片一样你自己先找好 但是我多了一件动作 也就是说 影片请它载进来的时候 不要马上播 那各位稍微留意一下 我们在这个 这三个里面 就是在这边 在这个积木里面 播放没有问题 就是预设值嘛 它就播放 暂时跟停止 有什么不一样 暂时跟停止 暂停 如果你是停止的话 你下次再播放 就会怎么样 从头开始播 对不对 如果你是暂停 就会从你现在暂停的位置开始播 那为什么会特别有这个需求 是因为 如果你影片没有先载进来 你直接就是用停止 那变成是它下一次在播的时候 我在这边播的时候 我还要多做一个载入的动作 所以这样有时候会有点时间差 所以我就会希望说你先把我影片载进来 那就先停在那里 那我就用倒数的方式 倒数的方式 那我来加上就是倒数 等倒数完了 再怎么样 再来像这样 那我们先 这里 好 我先丢掉 那么我这边呢 有搭配一个 就是for回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积木 这边 这个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呢 当你用了这种 就是所谓的 重复的 就是for回圈 它预设就会帮你产生一个变数 所以呢 预设都是从I开始 好 那这个I呢 我就可以把它带到什么 我就让我的LED点矩阵 因为我的I是一个数字嘛 从5到1 对不对 5 4 3 2 1 然后每隔1 它就先把I等于5带进来 那我们的LED矩阵的部分 它有一个积木 就是在下面这里 我可以去显示一个字 在这边 有没有 但是这个字 我不是固定的 我是 跟这个变数有关系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 换成我的这个变数 这样知道 这个怎么做的吗 让大概了解意思了 所以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 我就是用变数带进来 但是这样还不够 因为我希望有个声音 所以呢 你看哦 我们这次用的 就不是刚刚这里面 这个叫做语音跟音效 而是跟板子有关系的 你看这里面 有没有还有一个叫音乐跟声音 好 那我们先看看它 因为这个就好像我们那个电子琴 好 电子琴上面那种 有没有 小朋友的玩具那一种 就是会有那种风鸣器的声音 在这里就是像这样子 好 那你的呢 像这样子 你就可以决定 用它内建的声音 帮你建立好的 还是要一个一个来 好你看哦 它在BIT的使用方式 其实也相对比较方便 所谓的比较方便就是 点开马上就是那个 好 其实我滑下去 就会听到声音了 只是因为你们现在听不到 你滑过去呢 就会马上听到 这个键盘上的这个声音 是什么声音 好 那它的速度 你也可以从这边选 但是 几拍一个要注意一下哦 这里 哪一个 速度比较快 请问这边哪一个速度比较快 是 2比较快 还是 16分音 之一比较快 如果你觉得这个的 你帮我打个A 好吗 如果你觉得这个的 帮我打个V 哪一个比较快 很显然没有错 各位答对了 那有的呢 像在Smart上面这边 他就不是用直接用这样子 他就是学2 1然后4 有没有 其实我们那个就是分母啦 所以 16分之一当然是比较比 两拍的快嘛 所以我们就是像这样 然后等待一秒钟 这样就OK了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来试看看啦 好 我把它MU一下 OK 好 那 你这个你自己先试一下也可以啦 反正就是像这样子 你看影片载进来 有没有就先暂停 然后呢 等到倒数完了 好 OK OK 好 像这样子 让各位了解了吧 所以你看我们下面这个区块 网页互动区 就可以很方便的跟网页上的东西做结合 就是你要做一些显示的话 因为它本身就是HTML 所以也支援什么 HTML的那些语法 所以这个是它一个很方便的地方 那 这边呢 顺便补充一下 就是这里还有一个 比较特殊的 也就是我们刚刚有载入 那也将它暂停了 但是呢 如果你的影片 我不是要从头 就最原始的 这个00的位置开始播 我可能 这个影片比较适合的是在其中 中间这一段 那我就可以搭配这样子 告诉他 你先帮我到 影片的第几秒 我再来做播放 这样呢 就不会有就是 还有前面那个前奏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 你可以参考看看 好 这是第一种 第一个版本 再来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版本 搭配语音的 刚刚只有用音乐 对不对 那现在呢 我们搭配语音 所以其实你都可以做很多变化啦 因为我们现在玩假的 玩假的你就可以玩很多 那到这里呢 这个也是一样 只是我播放一个比较特殊的音效 清脆的BB 其实有点跟我们刚刚这个风鸣器的声音 有点类似 那这个我就不用做啦 就给各位自己去打开测试一下 你就知道那个感觉了 我们直接来看 语音朗读版的 那为什么我要做这个 因为用人讲 5 4 3 2 1 感觉起来比较嗨一点 好 所以我在这边 其实你可以看到 基本的东西都一样 但是这里 我搭配了朗读 有没有 朗读就是我们在这边的哦 对吧 我们一开始就有用过朗读跟语音辨识 但是 有一点比较不一样的 是在这里 等待的时间不一样 你看哦 我这个 等待的时间是这样 我其他的 有没有感觉到这边等待的时间 这里是一秒钟 有没有同学知道为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明明五四三二一啊 可是这边要不一样的时间 你可以执行看看 两个基本上 是一样的 就执行结果上是一样的 但是为什么等待的时间不一样 有没有 有没有人有想法 可以开麦克风 哈哈哈哈 糟糕 都没有人有想法 其实这个 好来来来来没有错没有错哦 因为 Alice 答对了哦 因为你要有时间怎么样 因为他是用讲的嘛 所以呢 他讲一个 不管是五四三二一 他是不要一点时间 所以如果你 不把这个时间扣掉的话 你会感觉到 这个的一秒好像比较长 所以这个有差哦 所以呢 各位 你可以自己实际执行看看 你把这个 刚刚那个改成一秒钟的话 你去执行看看 你会感觉起来 他等待的时间 其实实际上是超过一秒的 因为我们 让他念出来的时候呢 是要一点点 那个时间的 这样会不会用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把 你的 那个 就是影片 看你要用哪一个 比较符合你的需求 对不对 你就把它换掉 好 不管你是要做 这个跨年的倒数啦 还是你要做这个运动 其实效果都还蛮不错的哦 这样 OK吗 对不对 你 这是吗 你 对不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